再看到玉里有民众报案表示 檳榔田遭到偷窃 警方来回对比监视器 锁定了两名嫌犯进一步追查 而两人疑似持有枪支 等待时机成熟 警方兵分两路 到两名嫌犯住所搜索 果真找到了共四把枪 甚至还有大麻2.5克 以及吸食器 全案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花莲玉里分局之前接获民众报案 表示檳榔园遭窃 警方来回比对路上的监视器 锁定正姓和流姓男子设有重嫌 两人看准山区没有监视器 人又少 以陈租檳榔园作为掩护 但实际上却是偷窃其他原地的檳榔 牟利贩售 进一步调查发现 他们身上还藏有强职 警方抓准时机 兵分二路搜索 在流姓范贤的住处 找到三把手枪 两把是改造的模拟枪 另一把则是具有高度杀伤力的改造空气枪 而郑姓祖贤则是持有一把散弹枪 甚至还在家中找到了2.5克的大麻 以及吸食器 两人不止违法持有枪毒还偷窃 遭到警方一网打尽 去酒沟双双预阵 陈封不动